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这是台积电的进驻效应吗 高雄的房价现在是涨翻天 连预售屋换约也翻倍涨 最近投资群组出现了不少 预售屋的屋主想要靠换约 大赚价差 以美术馆的地段为例 由屋主买了724万元的预售屋 只付了69万元 就想要靠换约赚400万的价差 投资报酬率狂飙580% 尽管只是少数的个案 但是近期高雄的房价的确是涨不停 也让市府急修屯房税 要赶在年底前送审来铁腕打炒房 过于高雄美术馆豪宅地段的预售屋 还没盖完屋主已经想卖 原本买724万元 现在要转单卖1000多万 一旦成交等于现赚400万元 随着原物料上涨 各地缺工缺料 又碰上台积电进驻 高雄房产市场炙手可热 买气红不让 现在连预售屋换约价格也翻倍涨 投资群组全是换约文 美术馆这间预售屋22.61平 当初买724万 如今房子还没盖完 已经要卖1124万 屋主只付了69万元 成交现赚400万 投资报酬率高达580% 而位于桥头的预售屋24.05平 当初买473万 现在卖688万 屋主只花48万元 成交就赚215万元 投报率479% 成为投资客套立天堂 当然这个还是少数的个案 当然这个价格的问题 还是取决于市场来决定 虽然目前想以换约方式 赚取高额价差 在房产市场仍属于罕见个案 但房子还没盖完 就沦为炒房工具 房地产价格花式翻涨 也让市府急拼大房 市府急修房屋税征收自制条例 要赶在年底前送审 就怕台积电厂房还没盖完 高雄先沦为投资客炒房天堂 记者五美宣科程号高雄报道